除了领日元,金融卡在日消费最多优惠11.5% 哈日族背包客有福乐 今年第四季期,拿国内的金融提款卡 就可在日本北海道的超商提领日币现金或刷卡消费 手续费比金融卡更便宜哦 只有这个OK便利商店可以说优先它有4000台就开始 所以在第四季就开始 我们只要有金融卡到OK便利商店就可以提日元了嘛 就直接就扣红 去年国人赴日旅游约380万人次 据日本政府统计 台湾旅客去年消费达5207亿日元 为迎接2020东京奥运 台日金融业特别扩大合作 用金融卡刷卡很多个好处嘛 第一个好处就是相对信用卡来讲 它不要1.5%的手续费 第二个针对这个金融卡在日本使用的话 很多的商家都给2%的特殊优惠 再加上日本给外国人消费的8%的退税 运气好的话 你有11.5%的一个优惠措施 所以鼓励大家多多用金融卡 哇 这么好康 除了OK超商 未来特约商店也将扩增至2万家 它刷金融卡最大的好处又相对信用卡 但是用当天你刷卡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台银的零贵的日元汇率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优惠的汇率 动新闻综合报道